这应该是历年来可以说非常罕见 最无感的好消息了吧 今天攻占了报纸的头版的版面 30岁以下平均年收入将近55万 数字很无感 但是痛感却很真实 过去十年来年轻人房贷暴增了五成 连一两百万年薪的科技新贵 都不一定买得起房 就算你想买 银行开始紧缩房贷 开始挑客户 不是VIP 你不一定带得下来 物以稀为贵 房贷利率更是喊到了3%以上 更惨的是 这一波现贷令冲击所及 已经蔓延到租屋的市场 满也痛 租更痛 那才是最有感的 让大家最不期待的主计重处 对于薪资统计的资料又出来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大家最不期待 因为每次这个数字出来之后 就有很多人讲说 我没听到这么多 你到底是这样换帅 但我们先回来看 这一次主计总处所公布的资料说 青年所得居然创下新高 为什么 30岁以下的所谓的族群 平均年收入是54万6千块左右 跟去年相比年真的1.03万 所以如果换算平均月所得 大概4万5千多块钱 你自己讲到都快笑出来了 不是啊我刚刚就讲嘛 每次数字公布之后 大家都说我还领没 对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相信政府 但是因为最近在网路上 有人就讲说 你看各个政党的党工 他们薪资有多高 结果民众党的薪资 在这两天又被人家讨乐 为什么 因为有前20名里面 都有超过9万块 甚至有人讲说 陈志安你这个五个月的时间 领到了这个薪水 还是奖金 这一家奖 居然超过百 达到这个所谓百万 所以月薪就是20万 所以你现在两相对照 五感的月薪4万5 我们都觉得 这个是超级五感 但是你对到了 这个是月薪20万 扎扎实实在这里 这是多强烈的剥夺感 所以你看 这个部分大家五感 对不对 因为我领不到 但是看到别人有领到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会上来了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对于年轻人来讲 真的就想要买一个 自己的房子 结果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统计进来 发现这个所谓的房贷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十年之内 多了五成左右 那你要办房贷 要多这五成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今年第一季30岁以下 年轻房贷族的平均建估价 变化大概是在1160万 但是跟十年前相比的时候 那个建价大概只有792万而已 那你想想看 我十年前跟十年后 差别了300多万 也就是你越晚买房子 你就越贵 那越晚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再加上我们这个 永远吃不到的薪资水平来说 你知道就有房仲也就出来讲说 这一代的年轻人比较苦 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可能会更苦啊 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房价在涨 远远涨赢你的薪水 就怕入错行 难道现在可以悠哉买房 跟着起舞的只有那些 科技新贵吗 你这样讲 可能有一些科技新贵 我会觉得说 主持人你又太没有了解 我们的状态 为什么你知道吗 根据他们的统计 年薪百万的这个所谓的 科技业的这个员工 在新竹老师讲 不能算是高收入 年薪百万还不算高收入吗 一个月有八万多块钱 为什么 他说在竹北的房价 不断的高涨 他们也只能够租房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像这个 以这个房市热爆 大家发现到说 房市感觉很热 但是今年 已经有第三颗的 所谓的黄红灯的出现 也就代表什么意思 继续要热下去 房价继续涨上去 只要一热 就代表有人要买 那有人要买 就代表价钱可以再往上涨 但是你的薪资 如果涨不到这种所谓的 这个房价的这样一个涨幅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低薪剥夺管就会再出现了 好 导播我们来看到这个图 你看到 上一个第一颗红黄灯是三月 再来五月 再来七月 七月之后休息一个月 九月又要继续涨下去吗 而且你看它的指数 是越来越往上高上去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准备 这么多的投款 那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希望银行贷给我 可是银行也有风险控管的 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传出来说 银行的房贷 现在已经到了满水位的一个进化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一般的民众要去借的时候 很有可能银行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条件这样 条件那样 我没办法借到 你想要的这样一个趴数 所以满水位的意思就是 我能放出去的房贷额度 我都放出去了 你如果还想从我这边办房贷 我会重严审核 而且不只是这样 很有可能你的房贷利率 也会因此而增加 你知道吗 就你要带的这个利率 就会比别人高一点 所以现在也传出来说 有些银行居然挑客户 你知道吗 他干嘛 他就告诉你说 我跟你说 你是我们银行VIP的话 我们很好谈 那你如果不是的话 房贷利率 我们就开始给你加 你如果觉得OK 我们再坐下来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所谓现代令 一直出来的时候 对于民众来讲 他买不起房子 我只能租房子 那我只能租房子的时候 代表租屋市场 又热起来了 那一热起来的时候 屋以稀为贵 所以房东就开始 会觉得就说 那也没关系 反正政府有很多的补贴 那这个补贴到最后 反正都要进到 这个所谓的房东的口袋 所以有没有涨价的状况 你知道吗 现在外界就认为说 房租补贴 虽然是像德政 但是我的房子去越租越贵 因为你这个所谓扩大补贴 到75万户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传出 有一些房东 会觉得你这个借机涨价 你知道 你可以看到在双北地区 这个地方 租金中位数 最高的是什么 你知道 内湖跟林口 内湖有内科 那林口 林口也入版 林口也这么高 那讲真的 林口可能有些在桃园上班 或干嘛的 有些像我们这个同业里面 也有人是住林口 然后到台北这边来上班 但重点是1.5万 你想想看 我如果我的薪资 基本上我大概在4万块钱上 我就相信他的4万5好了 是 我就要拿1万5出来去租屋 这个很恐怖 我们以前讲 买房子那个房贷 配置最黄金是333比例 那个是房贷 结果你告诉我租金 也要拿三分之一月薪来付 那你想想看 你以为说这个三分之一的月薪出来付 你会住到豪华大房 那个大宅吗 就住到了什么房子 很多其实都是单人套房 甚至有可能是亚房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好吧 如果你今天真的 我什么东西都降不下来 那我只要减少开销 所以就有网友 他们就开始干嘛 你知道 开始找室友 而且我讲 不是承租一整户的 居然是连那种亚房 亚房就是没有惯喜事的那一种 就是要大家一起 也传出来在竹科这边有工程师 说我的薪资 在付到这些我真的也很难 不然有谁愿意跟我一起住的话 我们就找室友好了 那结果就有网友讲说 他们住到这个所谓大楼里面 月租费是要一万一千块 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因为他的只是 租一个亚房一万一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间房子有三个亚房 那进出就六个人了 你这样进出六个人 你房东就赚三万多块 所以你的月租金 你今天拿着收的这个租金的部分 对房东来讲不如小谷 连住在那边的租也都讲说 你出头家也有一个良心 不要跟他开得这么高 柯文哲更大的麻烦是 小草咖啡厅 我们今天三问柯文哲 陈佩琪 你的小草不卖咖啡 卖的是顾问服务 你对谁服务呢 再来 你哪里不找咖啡厅的地点 你选在木可公司旁 就在你科办旁边地利之变 涂的是什么 最后我们想问 这是不是党库通咖啡库 咖啡库通科家的财库呢 君大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我昨天跟大家讲 柯文哲现在面临的是一个 政治的双台风 就我上楼去看一下气象鼠说 现在目前有三个台风 这往日本而去 真的还多了一个 除了政治现金的风暴 除了金华城的风暴之外 但你的太太陈佩琪 帮儿子开的人头公司 这是另外一案 我跟大家承认了 是我自己为了要帮我先生 我现在讲法非常重要 因为他写在脸书上的 我为了帮我先生 开小小咖啡厅 但是因为我还在富佑医院 所以我还没退休 9月27来退休 所以我就急着 要赶快成立一个公司 可是我又不能成立公司 他都知道 所以我就拿我儿子当人头 开了一家公司 想说等我退休以后 9月以后 我再来当实际的负责人 都是我的错 要罚要关 我都认了 可是他讲了这个说法 今天早上被一个人推翻了 这个人就是柯文哲 因为早上 就左边这个记者 我不认识他 这个女记者 问说 那开人头公司的事情 你有跟你太太谈过吗 他马上转过去看他眼 说不要这样讲 不要这样讲 不是人头公司 这个只是爸爸妈妈 疼小孩出钱给他开公司 对不对 梦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这不是一个说法 他还说两次 因为后面有人在问说 他又再更正一次 这不是人头公司 这个只是爸妈疼小孩 有没有 他说只是疼小孩 不是人头公司 那观众朋友 不是我们要讲 他是人头公司 因为公司登记 就是这个柯富瑶 对不对 然后他就是老板 谁知道哪一个人的爸妈 出了钱给他 对不对 所以是陈佩琪 他自己说 我帮我儿子开人头公司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或许是担心 如果出事的话 都跟我无事无关 我扛 可是现在柯文哲的说法 完全转过来 公司就是我儿子的公司 妈妈只是疼他 帮他开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就是夫妻回去 吵了一架之后 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讲话 最后由他来定调说 我们只是疼小孩 那大家知道说 柯文哲的说法是这样 那你总要再问陈佩琪 你点出这张写案 你今天怎么说 对不对 不说了 不说了 而且挤很久 我看到媒体还有特别上一个付出说 非禁止画面 因为你看很久年发生说 他就是不讲话 福气瞧好了 对不对 他就是不讲话 他一大堆记者 其实记者真的确实也没有要为难他 只想问个说法而已 那他就是不讲话 而且他说我没有办法看成 我有人身自由 我不回答 观众朋友关键就来了 因为先前自成有犯意没犯行 开人头公司 都是为了先生的人 是陈佩琪夫人 但是现在改口是柯文哲 那黄帝尹他是律师吗 他说但来 那这样子的话是怎样 你们是已经串政了吗 你们已经以后的说法都是 这不是人头公司 就是我儿子的公司 那到底以后是 科夫姚亚来经营还是不要 他说没有这公司 我们要把它终结掉了 终结掉了吗 目前看起来 你上网去查 还在营业中 那么这个自由资讯传媒公司 他说是要开小草咖啡厅 观众朋友 我先从法律层面拉回正式 你恭喜被帮柯文哲 2028选总统 今天是2024年8月15 这么早 还有三年多 而且你9月才要退休 你有必要疼小孩 提前4个月疼小孩 5月就急着开咖啡厅 你说疼小孩也是 科夫姚帅的奖下 所以看起来 他原本的说法比较合理 就是要开咖啡厅帮他先生 但是完全看不出 我为什么那么急 2028总统是年底要投票吗 当然不是 所以还有2025 2026 2027 2028 那你怎么会急着 就要开一个公司 所以现在这个说法 改变了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讲 现在是柯文哲强调 记者只要一讲人头公司 他就跟他更正 不是人头公司 是爸妈疼小孩 那为什么这样 俊江哥 我其实不知道 因为你要看看他们两个 这跟陈佩琪没有讲 可是在法律的层面上 现在陈佩琪 还是台北妇幼业的医生 他如果自己连书写的 我去开人头公司的话 他要面临很多很多的罪 他现在目前 第一个 他去开这个公司 然后是用他儿子当人头 然后他这个过程当中 又承认他有这个范意 你致使工作人员登载不实 还有相关这些规定 搞来搞去 他现在是一个开业的一个 就是医师 然后他要签一个 不开业的协议处 你不能另外去经营 其他的商业 否则累积起来 看他可能有七年 左右的一个刑期 所以现在就讲说 没啦没啦 只是帮儿子开 公司还是儿子的 妈妈疼儿子而已 不是妈妈开的人头公司 如果只是卖咖啡喝咖啡 麻烦都这么大的 你更不要讲 伪汉带我们来透视今天 我们为大家爬出出来 好几个框框都在这个地方 你来看到 小草咖啡厅 你如果咖啡厅 买咖啡 喝一些吃吃喝喝的 已经很严重 刚刚已经分析给你听了 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这个 民调 网军 宣传 小物 这跟木可的营运 这个内容是怎么那么像 对 所以我就讲说 其实这看起来 跟现在目前的三合一 基金会 木可跟总部 是有相关 但我要跟大家讲 这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说法 但是我们当个评论 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你现在五月 就已经开始要去成立这个公司 现在已经到八月 下个月要退休 可是你说你这几个月 没有犯刑 因为没有运作 那你五月成立现在八月 你也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你到底急什么 所以你这个说法 就会让大家讲说 你真的有那么急 比如说你五月成立 你第二月开始就要进咖啡了 那你就咖啡有进吗 也没有 你真的买啡 你既然也没运作 因为这件事情是这两个礼拜 才传出来的 可是你五月就成立了 那为什么用别人的名字 因为我现在不行 所以你都懂规定 你都懂规矩 但是你却做了让 大家不能想象的事情 好 那观众朋友 回过头来 因为陈佩琪他自己有讲说 他开这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目前 他的住址就跟 柯文哲的南京东路的办公室 台坡大楼的二楼 跟木可公司 你去一查发现说 一模一样 南京东路三段二楼 二楼 南京东路261号二楼 你公司都开车会 刚刚前面不差 有讲一个何爱婷 你的整个人事 你的财务 你搞在一起 然后全部都想不清楚 中央之下说 这个政治风暴 金华城 政治现金跟 这个所谓人头公司 对不起 这叫妈妈腾小孩公司 其实会全部混在一起 好 雨萱我们来看到 今天赫然发现了 做民调 做网军 做文宣小物 是她的营运内容 我们赫然发现 她的地位 通通连在一起 难怪现在大家在怀疑 你想干嘛 你想变小小木渴吗 你想要党兔通咖啡库 咖啡库通你家财库吗 不是 俊阳哥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的画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再称一下那个落袋 一个是陈佩琪被媒体 追着跑的那个画面 那个真的是神情之哀戚 我看了没想到 觉得他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躲在那边 然后面对媒体的装作 没有事情 然后戴个口罩 坦白讲你看柯文哲的状况 就知道 柯文哲是医生 陈佩琪是医生 理论上来讲 他根本没必要戴口罩 所以那个口罩 不是拿来防病毒的 拿来遮羞的 再来你再称到 我们刚刚最早的那个画面 他那时候穿得像 澳大利赫本 穿得像英国女皇那个时候画面 开心自己啊 以前陈佩琪面对媒体是以前 我们讲像英国女皇那个样子 穿得红红的 粉粉的 然后头上戴个 漂漂亮亮的小帽子 那我就问陈佩琪 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子 因为按照柯文哲的讲法 他没有犯罪啊 对不对 按照民众党今天全都的风暴 跟陈佩琪无关啊 那为什么他变成这样 我就赐个自送他 做贼心虚 到底这一家人头公司 是谁想要开的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陈佩琪啊 那是陈佩琪说的嘛 陈佩琪说是陈佩琪要开的嘛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间 又变成不是陈佩琪开的 因为理由很简单 原本是陈佩琪要出来 替柯文哲扛的啦 我直接讲白话文啊 你去看一下 智瑶这家公司设在哪里 南京东路三段二楼嘛 台坡道二楼嘛 那你看到他有两间办公司嘛 一家左边叫木科 右边叫什么 叫做众望基金会 柯文哲的基金会 那你看完之后 你会有个问号出现哦 那到底木科在哪里 我跟柯文报告好不好 Everywhere 木科在Everywhere 对吧 我们讲的 这个附佩 智瑶就是在Everywhere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到处在空气中弥漫流窜啊 他没有地点嘛 是 他就是挂个名 我就是这两间 反正 俊大哥你不知道对不对 他中间是不是有扇墙 墙中间有个门耶 互通的耶 这两个空间是没有地方 没有什么差别的啊 所以智瑶基本上就是挂在这边嘛 那我问一件事情啊 陈佩琪何德何能 他穿得像英国女皇 穿得像澳大利赫本 但他是民众党是谁 他是党员吗 只有一个人可以干到啦 柯文哲 那如果说智瑶公司跟木科公司 都放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位置 那要干嘛 各位不用我讲了吧 左手换右手啊 当然是把原本的党产 洗到了私产 所以我们看到了 民众党4千万给木科赚走了啊 那如果木科再把钱转到智瑶 那变什么 党库通私库 私库通内库 这才真正的概念嘛 所以我跟你讲 智瑶公司根本不是什么开咖啡厅 从头到尾就对一个人有意义 这个人就叫柯文哲而已啦 但是原本柯文哲讲说 我不能担欸 我如果担的话 我到时候变洗钱作业了 不行 所以他要干嘛 把他推给陈佩琪嘛 是 结果推给陈佩琪之后 才忘记发生一件事情 陈佩琪是公共 公务人员啊 好来 原来 所以真的是党库通私库 才有了陈佩琪的 这一个小草咖啡屋吗 他明白的讲 我承认这个就是为了帮柯文哲啊 柯文哲直接出来换了一个新说法 他说没有 这是疼小孩 今天黄帝你说 夫妻已经串政完成了吗 你怎么看 前后说法如果不一 当然就是有鬼嘛 如果说你没有鬼的话 应该讲法都一致啊 那如果按照陈佩琪 一开始说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 是最伤的 包括什么政治现金 也许都 柯文哲都可以推说 是下面的问题 但是陈佩琪一出来完蛋了 让人家想到吴淑貞啊 就是说陈水扁旁边因为有吴淑貞 所以后来陈水扁就乱搞嘛 那柯文哲 你是不是因为陈佩琪乱搞 也会影响到你 那按照原来陈佩琪的说法 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陈佩琪明明知道 公务人员不能兼职 他走巧门 这就是一个 违反公务人员兼职的一个法律 第二个是 他开人头公司 第三 他把这个制谣公司 这个制谣公司 大家都在猜说到底是什么 因为开咖啡厅 为什么是做资讯传播 不知道是不是网咖 陈佩琪你这个官夫人 你好像蛮胆大妄为的 你可以直接党部经营事业 我就问其他党敢吗 朱立伦敢吗 把他叫他老婆开一家店 然后设在官面上党部 或者是赖清德敢吗 把叫他老婆设在民进党党部 都不敢 所以陈佩琪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对柯文来说是比较伤的 就是说你管不住你太太 然后他乱搞 然后影响到你 那当然我认为说可能是 柯文哲也有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让人家觉得夫人干政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形象是伤的 所以后来他有换一个说法 就是说没有啦 这个就是疼小孩 那很奇怪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说是陈佩琪 你那时候还自爆 应该本来也没人知道这个事 是他自爆大家才知道 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为什么他要自爆 他就为什么 没人知道 我在猜是不是因为 这件事情牵扯到他儿子 然后他可能怕说 他儿子被媒体追 就像以前陈姓瑜一样一直被追 那儿子如果抓公 说不管我的事 那整个事情 所以陈佩琪赶快出来灭火 才发了那个吻 好 那现在又忽然讲说 父母疼儿子 那所以是不是好像全家讲好了 跟儿子也按奶好了 就说到时候我们就讲好 就是要帮你创业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给他儿子 是置如一个风险 如果真的之后 大家又去追他儿子 如果他儿子又不认 说没有啊 从中到尾那个就跟我不关啊 我爸妈疼我也不是这个方式 对 那其实他火会烧得更旺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们 这个是一个险棋啦 那如果这样搞下去 我觉得难保第三种说法 又会出现了啦 最怕猪一样的队友 现在柯文哲陷入了 作假仗中保私囊的风暴 但是在唱回答 后面谁在拼命到处点火 头号的猪队友就是他老婆啊 居然哥虽然说大意在讲猪队友 但我访问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柯文哲的受益 如果没有柯文哲的指使的话 请问一下陈佩琪会突如其来 自己当自走炮吗 请问一下柯妈妈会突如其来说 啊我们兄弟们很乖 都好好第一名啦 老青帝总统绝对没疼功了 会突然跑出来讲这些话吗 我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会不会是唯唯就造 所以各位你仔细看 现在柯文哲真的是我们讲的 会休勾聊问题大堆 包括我们跟木可公司刚刚有聊到 包括我们讲的到底人头公司 也有聊到甚至是政治现金 不清不白甚至是什么 有做假账开假发票的疑虑 但你不要忘了哦 真正他的本命区是什么 三大案 这三大案根本就还没完嘛 为什么因为金华城今天约了 彭胜生约谈 原本各位约谈为什么要限制 出境出海住居 我直接给各位几个线索 第一他的身份是什么 绝对是被告 他绝对是以被告身份出行嘛 被约谈不是证人哦 再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是被告的话 只有一种条件 可以连交保都不用交保 因为应该叫做无保行为 不是 他是限制出境出海 代表什么 嫌疑重大 第二件事情 非常配合 代表彭胜生非常配合嘛 该讲的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 所以我不需要给你积压嘛 那如果他非常配合什么 都跟检察官说的话 柯文哲不就完蛋了吗 那我反过一件事情 阿俊强哥 检察官想要抓的是彭胜生 还是柯文哲 柯文哲啊 对嘛 这也是道理很简单嘛 所以彭胜生如果如实交代 比如说包括我们讲的 他先前讲过的哦 习正财良权 是在柯文哲手上 包括呢 丢到都发局的 要求都省会 都委会进行审查的 也是柯文哲 他只要把这一切的据性迷过程 通通交代清楚 检察官说 好那你交代讲清楚 我都问到了 那请回吧 对不对 那当然是这样子嘛 再来就换柯文哲 你来说清楚了 所以当柯文哲看到彭胜生 出来的时候 他才要跟我们讲 胆战心惊嘛 大事大条了 代表该讲都讲了 该放都放了 而下一个 会约谈的是谁 绝对是柯文哲 所以讲回来 你说陈佩奇在那边 好事情不是做 到处点火 有人家是 唯位就造啊 当然我问一下 各位当我们现在 大家一直骂陈佩奇的时候 请问一下 今天说要开咖啡厅 你相信吗 观众朋友 骏向哥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 只是为了开咖啡厅 在第二件事情 用他儿子这个名义 我们讲的 柯富雅去做人头 去开公司 请问一下 柯文哲不知情吗 怎么可能 在第三件事情 如果说柯文哲不知情 那怎么可能设债 我再强调 不是党部 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就是现在风暴的核心 大家怀疑 你是白手套的 那个木可公司 对 我觉得这件事 怪怪的这嘛 李文娟到底跟柯文哲什么关系 为什么陈佩奇 他开的人头公司 竟然是设在 不要再讲给我讲党部了 陈佩奇都在聊爆了嘛 是设在 我们讲哪里 木可公司哦 不是党部哦 陈佩奇乱讲哦 所以这整件事情 我跟各位讲啦 绝对是柯文哲指使的嘛 柯文哲绝对有参与嘛 甚至陈佩奇只是出来 当那个倒霉的 我们讲的剑靶而已嘛 就像柯文妈妈为什么今天突如期 我会给各位一个概念 每次柯文哲遇到事情 比如说六点声明 想要反鬼对不对 或者什么事情 他没办法出来 都推给女人啊 对 这时候母姐会就会上场 妈妈我出来说 啊 我们家很乖啦 没啦 陈佩奇会出来骂人 然后这次是出来道歉 然后过去还有一个人叫黄珊珊 这次黄珊珊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恐怕 就是木可公司 到我们讲你要 到柯文哲 你要死了 这我们讲 这个金句里面 全部搞不好是有黄珊珊所发动 是怎么你的四个去店会 别的话你就少讲 你居然讲说 我有犯意 我没犯行 你害了啦 你 不是啦 柯文哲全家都是法盲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是法盲 还是财迷心教 就会讲出这种 完全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话 反正你只讲白了啦 他就是叫他儿子当人头 他儿子也出钱了啦 最后才撤销嘛 就这么简单吗 但我觉得怪是怪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过去呢 也有一个我们讲的 一路相随一路相伴的人 叫做馆长 是 馆长是挺到底耶 但现在大家有说 馆长是不是跳船了 馆长怎么会骂佩琪 馆长难道不挺了吗 不是各位 你误会了 金刚哥请问一下 馆长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他不是政治人物哦 他也不是媒体人哦 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生意人 他是生意人嘛 我来我列举几个 大家就懂了 馆长挺过谁 挺过蔡英文 挺过侯友宜 挺过韩国瑜 也挺过柯文哲 他谁都挺嘛 哪里有钱赚 他都往哪里挺嘛 但这个时候 他出来骂陈佩琪哦 他在试水温 什么意思 我一艘船我要跳 我不能直接跳 我不知道接下来温度是什么 我脚先伸出去 试一下 热的冷的 冰的等到温度对了 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馆长最后绝对会 大骂柯文哲 好 整个事情 恢夕过来 有一个人 一个人我们想知道 今天记者会 他也坐在上面 黄珊珊 这一页他翻得了吗 我跟你讲 黄珊珊 你说翻不了 我列举几件事情 各位都懂了 现在我们刚才是不是聊到说 爆出来的有两家 一家叫尼奥一家叫十二 现在又多乱一家时间 对不对 尼奥跟十二同样都是戴力领 也是黄珊珊好姐妹开的 那我访问一个最简单最简单 最简单的问题 如果说柯文哲今天要用假发票 做假账 那请问一下 他会不会跟尼奥十二打真招呼 如果没打招呼的话 那是跟天借胆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哪知道你会不会查账 配合一下啊 谁不会查账啊 因为那个国税局如果查到的话 他额外要缴非常多的税哦 没错 所以到底有没有 怕解救后鬼 我认为是有的 所以如果有打招呼的状况 像黄珊珊当然在里面会有角色嘛 可是这个时间点赶出来砍 赶出来喊 赶出来去返水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第一个绝对没有发票 再第二个找不到证据 我访问一下好了 因为现在都不懂了金额 包括尼奥 包括十二 请问一下这个金额 我们加总起来 应该也有几百万吧 应该有上千万吧 那提领的方式会是什么 如果是现金 那就成为断碟 也成为黄珊珊 为什么赶在这个时间点 出来返水的关键 宇轩你怎么来看 今天下午的这一场 澄清说明记者会 今天就是承认瑕疵 但是没有任何不法行为 而且评设断点 你怎么看 其实记者会解释说 对 我们确实是有这个 误报 虚报 漏报 他说有漏报 他说有漏报跟报错 他就讲这两种嘛 但今天我坦白讲 他就是拿了什么 两千万的其他的单据 而且我一笔我一笔看过了 有些根本不是发票 有些是我们讲的 给货的钱 就提领的钱 那不是正式的发票 他说我们这些没报到 但事实上是在干嘛 填账 因为理由很简单 就算你讲了这么多 我还是几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 你要跟十二的钱 现金或者是说转账 你钱到底去哪里 不知道 以及我们刚才讲的福报的 像石仙这间公司 现在连找都找不到人 一家虚设 脸书粉丝团 你只有一百个站不到的公司 你为什么给他一千万的标案 那人现在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 这些金流 到底出现哪里 检调当然会继续查下去嘛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好 他说这两笔 我都有一对一销 但事实上 检调会查什么 他会去查内部细部的 如果查内部细部的 发现了一件事情 提领出来的金额 跟我们讲 你报的假发票是一致 而不是你陈志涵 所说的那一笔一笔的细项 我跟你讲这个涉及到什么 背信 詐欺 未造文书 甚至我们讲的三块法 甚至我们讲的 碎圈继承法 你柯文哲一条都跑不掉 好任俊 我们今天下午看到了这一场 民众党柯文哲召开的记者会 你就看到了 认瑕疵 不认贪腐 气躯保帅 保护柯核心 我就问 检调搜索行动 会放过他们吗 其实如果按照柯文哲 在过去一直强调 就是说如实依法的话 事实上这个纷争不会出现 柯办在今天也承认 就是说他们事实上 有非常多的这所谓的漏报 查到目前为止 有所谓的15笔漏报 再加上2笔的这个误报 也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竞选申报期间之前 事实上都没有完成这种申报 所以他们 这个发包出去的会计师 居然采用了一个 便宜形式的做法 将这些所谓的金额 灌到其他的公司里面去 谎到说是由这些公司 收取了这样的一个金额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外界其实会很好奇的是 如果除了这一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金额 也用这个方式去流出 因为他现在清查的是 所谓的大笔的款项 那小笔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这个状况来出现 我觉得这个也是外界 非常好奇跟质疑的 好 任君我就问 小草们的一分一毫 我才懂得给民众党 我懂得给阿伯 结果今天你多伤他们心 居然扯出了 这样的一个款项 可能疑似做假账 或者有中保私囊 甚至是贪污的情势 我就问核心中的核心是谁 是内队理事的兄妹党 为什么 他们这个哥哥是柯文哲 竹中的要好信任的同学 结果兄妹两个人 进到了进半核心 现在被怀疑是中保私囊的 白手套 会是今天记者会一句话说 没有一分钱进到私人口袋 翻得了业吗 其实与其说今天的这个 所谓的说明记者会 是要对这个社会大众来说明 这个经费的运用 但你如果看柯文哲 整体的发言来看 他反而是在巩固 他的小草的向心力 所以他又后面的时候 又强调说他们会继续努力 不会被这些打败或什么的 但我们今天就回来看 事实上李文中跟李文娟 在这件事情上面 确实是引发争议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今天的记者社会上面 还是由柯进半这边 代为宣布木可公司 说要这个所谓的暂时停止 这个运作 还要做清算的这个声明 当然外界觉得很奇怪 我问你最奇怪的就是 怎么会是进半帮你决定说 我们要解散了 我们要清算了 这是一个怎么样 断尾求生 射断点吗 这个外界当然会质疑 而且他现在讲说 他们所有木可公司 在清算完了之后的 这个引语全数会捐出去 但问题是 你的清算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包含 你在这一段时间的运作 这些相关的费用 那你要扣除的金额 到底有多少 老实讲也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这就是你自己 内部清算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外界来讲 柯文哲的钱 是不是真的做到公开透明 光你一个由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的主管 的妹妹到旁边去开一个公司 而大笔的金钱 都往这个地方去作为流动 甚至有说不清楚的 所谓的授权金的 这样一个争议的时候 当然会让外界觉得 整个物理看花 甚至会怀疑 到底这些所谓的金钱 是否完全真正透明 所以我就问 整个事情烧到今天 已经头下膜在修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柯文哲坏 还是柯文哲笨 你怎么看整个事件 我觉得是这样 我对于柯文哲主席的了解是这样 他不喜欢听好听话 他是一个忠言逆耳的人 所以你要说他笨也可以 因为黄珊珊只要讲了好听话 他可能就会说 好 而且再加上去 黄珊珊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虽然他对大家都是客客气气 可是其实今天讲真的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我管你是谁 所以他到底 他无辜吗 还是你觉得今天记者会玩看完 你还是觉得他一点都不无辜 他一点都不无辜啊 他今天记者会不是 就是用了惯用的手法吗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不会是我柯文哲的错 我今天就是因为找了不对个会计师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小草你们还是要继续追随我啊 对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可恶 因为你知道吗 民众党的支持者跟捐款者 讲真的 都是血汗钱 但是他今天钱这样子在乱花 他对不起这些支持者 对不起这些捐助他的小草吗 他绝对对不起 但是他出事了他把错签推给别人之后 签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再来呼唤小草说 拜托你们不要离开 要继续追随我 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人啊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出来 选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其实你是第一个跳出来 要求黄珊珊面对问题 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的人 他就你的理解 在进行总部的权力有多大 管人管事管钱 在这个时间点 他可以撇得干干净净吗 其实我觉得黄珊珊 他本来就是应该要在事发的第一时间 就应该要站出来讲这件事情 可是为什么他当初事发的时候 他只轻描淡写的讲一句 的确有账务的瑕疵 他是竞选总干事 他就是主将下面的那一个人 拜托他当初在竞选办公室 管了多少东西 从演唱会 从造势晚会 从募款小物 大大小小到主席行程 通通都要跟总干事汇报的人 那我今天其实刚刚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不是有秀很多单剧吗 很多考核签核 都有黄珊珊的签名 那你为什么真正在报这个东西的时候 报出去之前 你黄珊珊你没看到吗 你黄珊珊没有看到这福报 960几万吗 那你到底是怎么去选举 他选过议员 选过立委 选过台北市长 他没有处理过政治现金吗 政治现金最后 像我们那时候选议员 最后的时候 这几个施张是要盖下去的 你黄珊珊处理过这么多次 你帮柯文哲看 你没有看到吗 你都不用负责吗 你一把抓的人 拜托他当初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死都不愿意进入民众党 但是把资源吃干妈净 到选总统的时候 不分区立的 把自己排在第一名 球员兼裁判 好处拿了 现在出事的时候 又赶快要切割吗 但是他今天记者会 黄珊珊讲那些话 他有回应到 大家想要个问题吗 现在才是风暴的开始 为什么 李文娟跟现在已经被切割 被放声的李文忠 这对兄妹会不会变成 柯文哲最大的噩梦 现在目前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场政治陷阱的风暴 已经从昨天傍晚开始吹起来以后 没错 同时的七路搜索 三个公司四个住处 其中有两个人是证人 代理你跟李文忠 他们根本不是被告 他家里一样被搜索 然后请到了北极站 再移送到台北地检署 观众朋友 一夜过去 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 很快的跟大家报告 李文忠跟代理你这两个 一个是财务长 一个是公司的老板 他们最后是请回了 可是同时另外还有四个人 总共是七个地方 六个人 哪些人呢 端木正他本来就是被告 两百万元交保 那我这里为什么写一百 因为他说我抽不出来 所以我降保让他变一百万 李文娟 也就是李文忠的妹妹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他是一百五十万元交保 他们两个呢 这个是端木正的助理 这个是李文娟的助理 负责腾写的两位 这一位陈伟轩 已经从证人 昨天去的时候是证人 最后离开的时候 转被告 然后这一位呢 叫做何爱婷 他是帮李文娟来腾写 整个过程当中的基层人员 最后呢也是五十万元交保 那么这些人都约完了 李文忠也约了 俊阳哥 下一个要约谁 柯文哲吗 下一个要约谁 柯文哲吗 柯文哲今天早上一出来 就被人问他说 你已经这样了 你会不会被约 柯文哲他也是云淡风轩说 哎呦 被约也很正常 希望政府效率高 不又只有在办我的案子上面 也算是业余的 我们的检查单位 但是观众朋友 案子已经启动了 不止柯文哲 包含俊权总部里面的总干事 黄珊珊 照理讲都会找去约谈 但是约谈不一定会转被告 也不一定会有交保 因为李文忠跟这个 戴帝林他们就直接回家了 那我刚讲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叫做何艾婷 何艾婷在昨天前期 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柯总部人 像听鬼 我们没有插出这条支线 新的一条支线 但是何艾婷今天发现 他很重要 因为他是木可公司的会计人员 他也是柯文哲 俊权总部里面的基层员工 他还是柯文哲的 这个基金会的里面的成员 所以他跟李文娟一样 是三位一体 所以三位一体的老板 三位一体的部署 然后这个何艾婷 他过去因为在柯总部做事 对不对 也在木可做事 对不对 也在基金会做事 他地址都一样 就是在台湖大楼的二楼 你要注意看 这个何艾婷 他欺然被50万元交保 大家好去查了 查一下柯文哲的竞权总部 的人事支出费 你一看以后 我真的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他从去年的 这个8月9月10月11月 因为去年选举 一直到今年1月13号投票 竞权总部的员工 总要领薪水 结果这个何艾婷 他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他在竞权总部里面 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 选完了2月还在领薪水 他的薪水呢 非常的浮动 一开始8月 就像个你看到领多少钱 21,285 然后呢 9月的时候呢 变45,569 10月的时候呢 变45,569 每个月不一样 所以薪水是浮动的 第二个 你要注意看哦 他在这个 今年的1月以后 这三个是1月 1月以后呢 他有这个薪资跟奖金 一次一个月 他领多少钱 10万 4万 5万 加起来 他一个月 含奖金跟薪资 20几万 所以何艾婷 他既在总部 也在基金会 还在木口公司 证明了 我先前跟大家讲的 公司不分 他的员工 三个单位换来换去 实在很难分得清楚 好 晚上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越来越多人被约谈 这个人数会越来越多 然后 供出来的供词 会越来越赤裸 我今天就发生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问 柯文哲昨天那个声明稿里面说的 世人不明是谁 陈次长就告诉你 就是李文中 我就问 你最要好的高中同学 你也可以给他放声 他是有多忌惮 李文中 把他咬出来 供出来说辞 对柯文哲会多伤 柯文哲的最挤躁 他的那个声明当中 昨天发出来 对不起 我世人不明 对 那问题是现在 我问金山哥 明天要送到中平会 的是三个党员 一个黄珊珊 一个是这个 李文中 另外还有一个是端木正 因为端木正也是党员 那你讲的是谁 一般总部开记者会都骂谁在乱登 谁在那边乱弄 端木正 所以端木正是不是他世人不明 因为你用了他 大家问他说你用什么用 他说他本来就我们的人 没错 长期在这边 合理 但是问题是只有端木正吗 李文中身为财务长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想没有用 陈志涵就说就是他 他说就是李文中 我很压意 他会丢出李文中 副总干事 咬财务部长说这个人就是柯文哲主席 世人不明 他直接就咬了李文中 李文中就是世人不明 他责任就在李文中 但问题是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图没有做的 还不止这样 我刚刚不是讲还有个黄珊珊吗 对 现在民主党里很多讲说黄珊在干嘛 他怎么都没事 身为总干事 你当不分区又排第一名 你以前有像蔡壁吾一样 能够直接止血 壮士断碗 让党不要再延伤 没有 你还当不分区立委 所以其实到底是段木正 还是陈志涵讲的李文中 或者是民众党的很多党员都在讲 不能不负责吧 还有黄珊珊 会不会三个人 李文中段木正跟黄珊珊 都是柯文哲 世人不明的对象 那就证明什么 证明他完全不会看人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他世人不明的对象 茶壶里的风暴 一个一个该报 业力都要引爆了 黄珊珊跟李文中不合 今天热烈的被讨论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那一天李文中他说出了一个 在我们新闻圈当中 炸锅而且成为梗图的 我非常负责任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那你讲这个东西 对起立体的话 那你当什么财务长 对不对 那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眼前的记者有发现 黄珊珊不太满意他讲这个话 还敲桌你知道吗 他直接扣扣扣桌子 所以当黄珊珊跟李文中 一个是总干事 一个是财务长 居然看起来并不是同心同德的时候 加上现在副总干事 陈志涵也直接讲的李文中 就是柯文哲世人不明的对象 茶屋里的风暴 现在都到了检调 后续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能会大出大家的意料之外 还要慢慢看 小草四溢的政治现金 柯文哲怎么花的 后面是一笔糊涂账 雨萱我们今天看到一个 最重磅的人物 今天居然站上火线 为大家还原形象 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尼奥公司负责人戴力林 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为什么你承揽台南的这一场活动 场地费要475万 第二 你为什么赚民众党的钱 你要捅民众党的刀呢 对 我们讲 就是过去柯文哲 对大家显而易见的印象是什么 我非常清廉 我们不要浪费钱 办那种大型造势场 各位 这是柯文哲亲口讲过的话 他说我们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政治 而且这种政治呢 不要有造势 不要有浪费钱 不要有游览车 不要有便当 这是柯文哲原话所讲的喔 结果我们看看 现在的柯文哲变成什么了 跑去台南光是5000人造势 而且这个5000人 我都怀疑他的真实数字 搞不好有灌水 我们那时候聊了很多嘛 结果他说有475万这场地费 马上被谁吐槽 就在我们讲的南部的立委 郭国文就说不对啊 我也在台南办啊 场地费才18万而已啊 你怎么足足多出我400多万 太夸张了吧 所以各位柯文哲不是不干 一干之后吓死人 花的钱都比别人多 结果你仔细看看 他在所谓的政治胜 现金申报的名目当中 475万9913 450万6548块 吓死人 加起来大概每个多少 450万左右 结果这时候有人跳出来喊冤了 谁 代理说不是啦 5块啦5块啦 那不是场地费啊 那我来听听代理说法是什么 就在今天呢他接受我们讲媒体的专访直播 他说不是 这个是执行费哦跟活动费 代理你在里面讲很多 他说我们要有灯光啊 要有舞台啊 要有音响啊 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 我看到我都笑出来 他说要有便当 他说要有便当 所以他的意思是 客汶者以前说 不要大型造势场合 不要有灯光 舞台 音响 不要有便当 要浪费钱啊 还有游览车 就代理说有有有 我们就是花了这些钱 最后才花了475万元 他说 而且民众党呢 这个招我这个进办啊 裁办啊 我要去找他们 全部都没有任何回复 李都布雷 他在干嘛 其实他在自证清白 意思是说 我曾经办过的所有明目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都是民众党 是民众党把我灌水 大人 我是冤枉的 张大眼睛来看看这一本 糊涂账 柯文哲 如何没把钱当前这样花 是笨 还是坏 我们给大家看到梗涂要多少钱 他花了42万去买梗涂 民调广告多少钱 花了400万去买广告 然后舆情收集更夸张 要多少钱 2000万 对各位我们看看 这是柯文哲过去曾经讲过 说我跟你讲 我没有钱买媒体 下广告都被拒绝 结果呢 当我们打开他政治现金里面的支出 俊阳哥你猜猜看 哪两个字最常出现 哪两个字 广告 他说他没钱下广告 没钱买广告 结果他所有的钱 各位啊 我想加起来可能加上一块要上亿 都花在广告上 比如说来你看 我们光是这一笔宣传支出 电台广告 民调广告 民调广告 广告 广告宣传 各位我刚才念了五六个广告 全部都是广告 200万 200万 400万 250万 600万 600万 一大堆钱 总共2365万 随便你花 而且呢 他的广告还不止于电台 不止于电视 什么广告都有 连梗图都有 你看光这个梗图制作费 他跟这个所谓的影响力 做大数据的公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跑去跟大数据买梗图 你梗图你明示网最会做啦 怎么会跑去跟人家买呢 买了42万 所以我不知道啦 我跟你讲 一张梗图 俊阳哥 你觉得他的产值应该多少钱 420块够了吧 结果他花了420万啊 对 我就说一张420块够了 对不对 那你要买1000张啊 1000张梗图 发到都发到手软了 有1000张梗图吗 柯文哲有这么多梗图吗 我们可以把你脸书一月来算哦 还是你一张梗图4200 是 我跟你讲 你这个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啦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看光什么杂项支出啊 一样又是什么媒体分析的 又花了200万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零零种种 他砸在甚至民调广告费 这边又花了多少 700万 到处都是万来万去 百万来百万去 更扯的是在这边 这个叫什么 生动创意公司 生动创意公司 各位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一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震生电台 那事实上跟这个震生电台 有合作的人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看 列举在这边 陈骏宇啊 陈冠廷啊 黄秀芳啊 大家都有找过他投地广告 换言之 我给你一些 阿虾子Sakura 广告费 你给我去上电台 3万 6万 1万 10万 10万 已经是所有人 里面我们看到最贵的哦 结果你看看 柯文哲给多少钱 2365万 吓死人 你是怎样 一年365千都住在电台里面吗 还是电台怎样 直接把台长 把台名 把整个台的外表 外观 装潢 全部改成柯文哲 我不知道 因为人家最贵10万 我都已经觉得很贵了 结果你说 嗨我没钱打广告 但我会有2365万 可以给电台哦 来浪费钱 骚一骚啦 骚去拿去用啦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政党 跟支出的习惯 最让我看不懂的是 吃人一定要吃 吃个素食 花了 96万 你到底是怎么吃 你有多大的胃啊 居然哥 这不是胃的问题 我跟你讲 这个是数学有问题 来 我来马上考你居然哥一题数学题 960加110 请问等于多好钱 960加110 960 1000多啊 1070啦 对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这个数学的哦 可能国小生 大概三年级都会了 但是我跟你讲 谁不会你知道吗 谁不会 柯文哲的裁判不会 李文娟不会 端木正也不会 因为他们说 960加110 赶快发挥你157的智商 等于960110 吓死人了 这个是大班还没有教算数的小朋友兜起来的数字 对对对对 好没关系数学不好 我们中文好就可以对不对 但中文也有问题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沟通有障碍 今天陈志然跑出来讲说 我跟你讲啦 这个就是9万多块了 搞错了啦 达成9万6了 96万 这陈志然的讲法 但另外一个人知道叫谁吗 谁 叫戴于文 就新闻部的副主任 我们的余文啊 余文说不是啦 是960加110 我们不小心打错了 所以变成960110 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要先去打一架 是 我也不懂 为什么你们民众党的光一个便当 这么简单的事情 会有两种说法 再来各位第二件事情 这一家便当店呢 叫做大爱素食天地 这也是呢 他们在正式现金上申报的 但不好意思 你去google 现在马上立刻right now 大爱素食天地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俊阳哥 你知道发现什么是吗 怎么了 不是歇业中 他已经歇业了 他歇业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过去他消费的时间 没有没有 他歇业一年了 所以在他开这张发表的时候 这一家公司已经歇业了嘛 这不是见鬼了吗 没有关系 因为鬼故事多 我再帮你想个理由 哦 他是同一个负责人 他有开不同的店 好我们真的找到了 有一家店叫做小李便当店 好好好那肯定是这个小李便当开的 是 结果后来发现 要嘛是同一张发票 重复动路 要嘛是什么 这张发票的时间点 来各位鬼故事来了 不要害怕哦 他时间点开到多少 我们讲了 他开在1月7号 对 俊阳哥你知道1月7号是礼拜几吗 礼拜几 对礼拜日 礼拜日不能买素食吗 你知道小李便当什么时候休息吗 礼拜六的礼拜日 所以到底怎么样买到 好可怕 我看了之后 我都觉得不知道这个发票 到底怎么开出来的 你知道吗 而且这根本不是发票哦 他是写什么 免用统一发票收据 对不对 结果各位 我觉得更奇怪的点来 他说是免用统一发票收据 再给我念一次 免用统一发票 对 结果他的定书贞上面 定着一张这是什么 发票 他定着一张发票在上面 你不是免用统一发票吗 你不是拿收据吗 等于是我给你钱 老板不开发票 然后我收据给你嘛 结果你又不知道哪里来定一张发票 好可怕 这个民众长细思几口 所以要嘛 我终于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以解释这么诡异的现象 就是 这个小李便当店 他的饭有铺金箔 他的菜里面有碎钻 然后他的肉呢 人家是红酒炖牛肉 他是红饱十顿牛肉 只有这种可能 不然我想不出来 怎么样花96万吃一个便当 奉行太可怕了 96万的速食便当 然后2300多万的广告跟渔情搜集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陈志涵跟他的老公徐甫的话 对不到一块 这件事情不是说大家在那边开玩笑 你们夫妻先打一架 赶快把话给说清楚 我觉得问题点不在这边 问题点在于他们还在小看这件事 他们还在小看这件事情 所以陈志涵是用过去的 就是民众党是媒体宠儿 民众党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然后你们骂民众党的话 就会有一批的网友上来攻击你们 然后他们讲什么 小草就接受什么 他们因为过去这样子的日子过久了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只要塞一个理由 反正小草们都接受 但是他不知道现在小草们 其实有相当大的比例都在崩溃当中 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话里头再有瑕疵的 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他们根本轻忽了一件事情 如果按照过去民进党 要去摧毁一个政治人物的做法 最好的方式就是丢细节 今天在一堆的账目当中 我就一个一个跟你丢细节 你这为什么是96万 好 你今天发现你都不拢了 对不对 明天我再来跟你讲说你那边为什么是一百多万 然后接着后天再告诉你这个杂资 是谁拿走的 七十几万 八十几万 甚至于到最后会给你兑到几百块 其实因见不远 高草安不是就是这样被毁的吗 他那个时候连什么卫生棉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杂资的费用 明明那个卫生棉其实是所有办公室的女性员工通 都可以用 他们就硬生生的要去栽到高草安的头上 你要小心注意 这个是在我们政治工房上面最常见的状况 第一政治人物对政治人物 他就是会给你抓细节放大检视之后 然后告诉大家夺龙龙 第二个是检调单位也非常擅长这件事情 我们过去常常碰到如此 因为检调单位要起诉一个人 他如果担心会有后遗症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细节放话 然后先摧毁了这个被告之后 接下来他的起诉就会没有问题了 那至于后面法律上面细节工房 那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我前面先用细节然后来摧毁你 但是我现在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他们到现在为止 谁还没有查清楚 我拜托你们 你们可不可以把 到底这笔钱 真正的原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太阳 都已经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居然还查不出来吗 可是这个已经是一年前的事 我跟你讲 我深深的怀疑 他真的已经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 所以丢了一个9万 丢了两张说都在一起搞错 可是两个说法都被打脸了 所以你兜不了我们的结果 你就是让怀疑者越来越多 越怀疑 你要知道现在民众党党支持的 我认为是分成三派 一派呢是之前其实已经脱离了 然后呢 其实这就落井下石派 那你知道很多柯文哲的钱 幕僚啊 其实都是这一派 另外一派是内斗派 就开始说 都是黄珊珊的错 都是李文中的错 哎呀 柯文哲就是不应该用谁 柯文哲就是不应该如何 所以柯文哲没有错 但是呢 他底下的每一个人都有错 这种彼此之间相互丢 但我跟你跟各位说 其实现在 对于他们来说 必须要最珍惜 但是也最可怜的 就是崩溃派 因为他们没有占到任何好处啊 他也没有跟你分享任何的权利啊 但是看到你们这样子 要不就是内斗 要不就是这个落井下石 然后呢 还在里面捍卫的人呢 丢出来的说法 没有一个勾得通的 勾得通的 那那个崩溃的力量 才会真正摧毁他们 所以他们不要再小看这件事了 是 原知 我觉得民众长真的要小心 就是说 你要把话说清楚 因为你现在 在这个风头上 你只要讲错一句话 那句话都会被放大检验 就像陈志涵 他没有查清楚 就说 那个是96万 其实是9万6 马上说法不一样 就被人家怀疑了 那这个是引流鬼嘛 不然为什么前后不一致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 如果说柯文哲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以一个候选人来说 他有可能不知道 这些账到底是怎么出的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总统候选真的很忙 那总是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嘛 那现在他们讲的是说 好像陈志涵现在是推给李文中 但我就要问啊 黄珊珊没有责任吗 因为黄珊珊她是总干事啊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大笔的支出 给那个尼奥跟石勒都是 那个带导就是黄珊珊的好朋友啊 那 我觉得黄珊珊为什么要负责呢 因为压垮这个政治现金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带导出来 透过康仁俊发一个声明嘛 就是说那个 他们没有收到那900多万 而且他们没有做这900多万的生意 然后那你这个政治现金 是不是有假账 我觉得那个是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问题是 这个带导当时是黄珊珊介绍 要进入到柯文哲总部的 那 黄珊珊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就是带导她要发声明前 一定会跟黄珊珊讲嘛 有她有讲 她今天直播她说 她讲了两遍三遍四遍 讲到后来 因为她一边讲 黄珊珊给她的说法都是 好这个我要了解 这件事不该发生 回头就去查 永远是没有feedback回来 结果就在等的时候发现 怎么一直爆雷一直爆雷 她后来找到后来 黄珊珊也对她 以毒一回落 所以黄珊就摆烂啊 黄珊珊就是 黄珊珊如果稍微有一点警觉心 知道这个事情知识体大的话 她就会很快处理了嘛 至少不能以毒不回 你要按哪一下嘛 再给我一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完全没有就认摆烂 所以代表不爽就直接爆出来 所以压垮最后一根稻草啊 所以现在民众党 另外一个危机是内斗啊 多少人现在要求黄珊珊下台 觉得黄珊珊 辞中央委员根本不够 因为黄珊珊有没有这个中央委员没差嘛 她还是一样掌权啊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你看哦 那刚刚那个陈正安讲说 96万讲成9万 你这个讲不清楚 对不对 我就问啊 有一个事情 他们说那个端木正 因为发现有少2000多万 自行调节嘛 调节了9笔嘛 然后贯到4家公司去 那现在我们只知道 石乐你要有3笔 那其中3笔是木可的嘛 那请问是哪3笔 对不对 木可才是关键嘛 因为木可跟民众长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可是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说 木可是哪3笔哦 而且我们看到木可的很多 很多 他的那个金额跟项目都很奇怪 光是授权金就4笔 加起来1300万 而且 他那4笔的项目还不一致哦 有的叫授权使用费 有的叫使用授权费 有的叫使用金 那请问一下哪3笔 就说民众长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下 是哪3笔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使用费 是被灌的 好那假设是使用费被灌的话 那问题大 为什么 第一时间这个授权金被质疑的时候 民众长的说法是说 没有那个都没问题 那个是我们授权小物的管理费 那如果假设你一开始背书 说那是管理费 可是后来又发现说 这次比里面有被灌了 哇 那你又被打脸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真的啦 这个民众长不要认为说 这个事情是小事 以为好像 随便一个回应 然后大家就忘记 这件事情 你知道每一个人 现在都是名侦探柯南 都在抽丝剥茧 起码还要烧好几个礼拜啊 所以每讲一句话都要小心啊 所有我们觉得不合理花费的地方 比如说像政参 这一个2000多万 我自己在 电台接这么久的时间 我很难想像有这样子的广告费 如果隔两天 他们现在先按纳柱 然后先不说出来 但是如果减掉约谈的时候 然后他们说没有这笔钱 你觉得会怎么样 万一 他们说没有这么多 我不是说政参应会如此 那我们又要是跟 所以说这笔钱流到谁口才去了 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 他们还在轻忽 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每一笔钱 不管是装潢费 或者是这里面的什么场地费 或者是这里面的广告的费用 然后这边拍摄这个影片的费用 乃至于广播电台 我实在很难想像 所以你这边全部 如果通通都加总起来的话 只要再有一笔出来说 我没有收到这笔钱 那民众党说的话 就不再有人相信 好观众朋友 柯文哲政治现金进入了司法 昨天已经两个人交保 才是风暴的开始 今天最重爆的戴力林 尼奥公司的负责人 这个人就是整个风暴掀开的核心的线头 任俊来告诉我们 今天他为什么要出来火线 他为什么要站上火线 他又还原了整个真相跟过程了吗 还有你赚民众党的钱 你标民众党的案 你为什么突来捅民众党的刀呢 而事实上这一次 我们在跟他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外界有很多质疑 就是说你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 好像也都没有回应或干嘛的 甚至有很多这个阴谋论 那事实上是因为他昨天 接受这个北检的这个讯问 因为前面他大概 他今天自己有公开讲 就说他其实在这个 昨天早上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北极站 去接受这个所谓的询问 那后来晚间移送到北卷复讯的时候 他大概在里面待了30分钟 那整个的资料都厘清完了之后 他觉得他对于这段时间 外界去质疑他的部分 他应该要自己出来说明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他 所以今天的这个访问当中 我们当然也很质疑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账目的部分 你如果跟民众党是所谓合作的关系 那为什么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最后却反而变成是 大家认为说 你是不是有内斗或这些情形 那其实他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媒体不断的在质疑说 这个所谓的食乐公司 上面有四笔的这个账目 那这四笔的账目上面有两笔 包含到台南的这个 还有桃园的造势大会 有场地费 每一笔都是400多万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跟他 询问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第一个就讲说 他的印象没有所谓的场地费 他其实有执行这个活动 但是并不是场地费明目 金额没错 我圈起来的金额没错 475万 450万 一场是台南 一场是桃园 金额都对 可是我开给你的发票 我开给你的单据写的是 执行费 制作费 你为什么登录到最后监察院 你把我写成场地费 让人家觉得说 我光是场地收你四五百万 你土匪啊 所以从头的这个一开始 其实是从这两个地方引爆起来的 那当然呢 戴力林其实他自己出面出来说 当天的活动的场地 其实是由民众党的台南市党部 他们自己去接洽 他只负责活动的部分 至于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金额 他也说有 他们确实是开立的 这样一个金额出去 那这个金额呢 其实包含他承办活动 他其实有解释说 他们在当时 因为那一块不是我们要去在乎 那是厂商跟他们之间的这个 合约的关系嘛 但因为这个所谓的被物质 因为他其实后来跟民众党 在做接触的时候 民众党是跟他讲说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查证 而查证完的时候告诉他说 这个是我们的物质 所以对于戴力林来讲 他的认知是说 今天是你民众党犯的错误 为什么最后变成是好像 大家质疑说 你这个场地费收到这么贵 你要我吞 你厂商有这么多的这个黑虚呢 所以呢 他后来才会觉得就是说 这整件事情 应该把他对外说清楚啊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购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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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